從前陣子半場勝差 場場驚心的龍頭爭霸戰 LAMIGO桃園的王座 似乎越做越穩 單週五戰全勝 掀起一波八連勝的小高潮 以四場勝差鞏固地位 而說起這功誠 絕對非投手群莫屬 上週五場比賽 只讓對手拿下十分 不只羊頭穩定 本土投手更是一大驚奇 蘇靖宇 二十號對決中信兄弟 酒局投好投滿 投出生涯新高的 一百二十三球 只被敲了五戰打 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蘇靖宇成為愛迪頓 羅里提和克恩三世之後 本季玩豐盛的 第一位本土投手 不過氣勢陣旺的LAMIGO 隱憂是少年強打廖建復 在跑累時傷到左肩 造成輕微脫臼 還需做檢查確診 因此下放二軍 讓暴力員保衛龍頭的戰力 又缺一門炮火 至於中間二三名 則是陷入大亂鬥 上週開始 還在第二名的中信兄弟 雖然有王勝偉 付出首戰就開轟的狂猛表現 但是牛棚部分 卻出現警訓 當家守護神李正昌 十一次救援成功 和1.77的防禦率 依舊亮眼 但是九月二十一號 挨了鄧志偉的兩分砲 西西利反台加盟終止以來 第一次被打全雷打 小禮飛刀 面臨破解危機 而柏娜站帶總教練 打線班封 反而卡卡 團隊兩成七六打擊率 四對最低 單州一勝四敗的成績 退到第三名 確定年度勝率 遭到淘汰的情況下 挑戰總冠軍的最後機會 只能力拼下半季登頂才行 相較之下 十一次軍以四勝一敗的成績 竄上第二名 一切歸功於火力的回溫 積極的揮棒策略 單州團隊平均長打率 來到五成零三 而郭富林也有復活的跡象 對上富邦 繳出鐵枝的萌打賞 不過可惜的是 二十二號 劉富豪的隱退日 發生不少意外插曲 先是打擊手感正好的鄧志偉 開賽因為倒壘時 滑壘姿勢不正 衝擊壘包右腿 呈現不自然的彎曲 造成右膝受傷 隨後吳杰瑞在守備時 也因右肩撞地受傷退場 雖然初步診斷 兩人骨頭都沒有受傷 但也得等下周MRI 才能確定狀況 讓同一打擊戰力受到影響 而富邦漢將 上周仿佛陷入二的魔咒一樣 五場比賽全輸球 而且就這麼剛好全輸兩分 五連敗的第一名 目前二十一勝二十八敗 尾局垫底 加上陣中火力最穩定的林毅拳 也因為左手周 疑似肌撕裂傷而缺陣 讓漢將們谷底翻身的機會 可能難上加難 未來水新聞綜合報導 在這陣子中火力最終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